信任的建立,不是靠财富,不是靠权势,不是靠欺压,不是靠强迫,而是靠着两个同样坦诚的心,信任的拥有,不是凭相貌,不是凭嘴说,不是凭钱策,不是凭承诺,而是凭着两个一起珍惜的人,爱人之间彼此信任,才把一生去托付,朋友之间彼此信任,才把心生去倾诉, 信任之间彼此信任,才把心情去付出,别伤害了信任你的人,俗话说得好,一招被蛇咬,十年怕紧绳,信任也是这个道理,一次被欺骗,十次又防范,信任就如鸡蛋的外壳,一旦失受打破,再拼凑,也恢复不了完整,信任就像杯中的精水,一旦添加颜色,再沉淀,也还原不了纯净,信任很脆, 信任,得到了,拿成些好好报复,信任很难得,拥有了,千万别随便挥霍,信任,永远是相互的,你若真实对我,我绝不含糊,你若需夹带我,我绝不将就,你若值得托付,我绝不夫妇,你若不配相守,我绝不久留,永远记住了,相互的感情, 才能天长地久,相互的珍惜,才能永不分手,相互的信任,才能一生拥有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